总书记在至本届海峡论坛的贺信中说 持续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 对此 厦门市台商投资企业协会副会长苏斐军表示 两岸间的进一步交流必将让两岸民众的心更近 情更深 他将以己为桥 为两岸融合发展贡献力量 大家应该更同心团结 然后把两岸文化复兴的交流 尤其是民间的交流能够带上一个平台 我们也会搭起这样子的桥梁 希望这个伟大复兴 民族复兴我们也能够尽一份心力 大陆这边的进展非常的迅速 相对于我们青年来讲 其实是很有保障性的 所以在这边我会一直想要在大陆可以继续生根发展 然后未来可能会想要把我爸妈 还有一些兄弟姐妹可以介绍一起过来 在这边组织新的生活 在厦门从事乡村振兴事业的台湾青年 吴炳章 赖淑珍 新香奇 今年参加了多长海峡论坛分论坛活动 他们说海峡论坛是他们与大陆朋友交流交心 后执情义的重要平台 在厦门生活创业的这些年 让他们有了满满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 也让他们更加坚定了自己在大陆逐梦的信心 未来他们也将继续致力于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就希望我们两岸青年能够更加携手齐心努力 讲好我们的中国故事 然后传承我们的中华传统文化 那其实我就希望说后续的话 能有更多这样交流的机会的平台 让我们可以跟本地的一些更优秀的企业家 或更优秀的年轻人一起去交流 一起去学习 年轻人他其实更多的应该是去 发挥自己的能量创业 肩负起这样的责任去传承 然后我觉得两岸人年轻人 其实说实话各自有各自的优势 那把各自的优势发挥出来 一起去助力乡村 台湾青年有义务有责任 要去传递两岸的交流 以及两岸的融合 以及两岸的发展 那我身为一名台湾青年 我觉得我也希望把这个两岸的好的发展 去带给在台湾的朋友们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强调 希望两岸同胞共同把握历史大势 坚守民族大义 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做出贡献 共创中华民族绵长扶植 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 对此台湾青年罗鼎君表示 民族复兴国家统一 是大势所趋 大义所在 民心所向 两岸同胞应积极为推动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古语忽 我们同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 所以我们都有责任和义务 促进两岸的融合发展 但最重要的最终就是希望祖国 能够完全统一 然后这个当中我觉得能做 就是持续的深化交流发展 所以不管是在哪里的 全体的中华儿女 台湾同胞 不管你是在台湾岛内 还是在大陆 或是在海内外 我们台湾同胞 大家都应该要 用坚定无比的信心 来支持两岸融合发展 最重要的是希望祖国 早日完全统一 两岸越走越近 越走越轻 我们将来也是往 两岸统一的方向去走